小时候玩有线遥控玩具的时候 特别羡慕从身边开过去的 没有连着电线的遥控汽车了 觉得那才叫高级吗 这样的认识 直到我了解了鱼雷是怎么工作的 才算告了一个段落 因为鱼雷既有线又高级 我是人称百科全数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鱼雷的故事 要问你哪一种武器的技术含量最高 不管你事前知不知道鱼雷需要钱跟线 估计选择它的可能性都很小吧 但实际上人家绝对是能够排进顶尖之列的 这个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一个是动力一个是引导 先说动力 本质上一枚鱼雷就是一艘小型的潜艇 既然打的就是潜艇 那没有理由比潜艇本身还跑得慢吧 不光如此还应该要快得越多越好 所以鱼雷从一开始起 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动力系统的升级 1866年白头鱼雷问世 虽然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原始 但仍然包含了一台采用压缩空气的发动机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鱼雷的技术含量一出现 就比在空气中飞行的炮弹要高出了许多 只比一个世纪后才出现的导弹 堪称绝对的碾压 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 为了让鱼雷跑得更快跑得更圆 它的发动机也迅速就迎来了一次质的飞跃 从没有燃烧时 直接使用压缩空气的冷动力引擎 进化到拥有燃烧时 把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的热动力引擎 它的工作原理跟内燃机非常的像 就是将燃料和空气混合后 喷入燃烧时点燃 靠极具膨胀的热空气来驱动扭杆 进而带动螺旋桨旋转来前进的 虽然在它的加持下 鱼雷的航数已经提升到了30多节 航程也可以跑出3公里多了 但人们还是没有满足 因为它还是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短板 那就是燃料太占体积了 你想鱼雷是在水里面航行 无法接触到空气 那它燃烧时里面的空气从哪来的呢 就只能自己带 所以鱼雷中装燃料的罐子 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想要射程更大 所要携带的燃料就要更多 相应的 所要携带的空气也就更多了 是远是远了 但跑远了不炸的更大点 似乎又对不起花出去的那么多的跑腿费 要炸大点的话 就要携带更多的炸药才行 这样不断加上去鱼雷的体积就变得越来越大 甚至都已经大到了 让装载和发射它们的舰艇吃不消了 这可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 使用效率更高的引擎才行 于是到了二战 鱼雷就沿着这个思路再一次的进化 分化出两种前然不同的类型 电动鱼雷和氧气鱼雷 前则使用电动机用电池来驱动 后则依然使用燃烧时 但是却将原本作为氧化机的空气 换成了纯氧 于是效率也就直上五个台阶 不仅射程和装药量增加了 而且由于产生废弃的来源几乎消失 鱼雷的伪迹也几乎消失了 变得更加隐蔽了 简直好处多多 唯一的问题 风险太高 因为存氧实在是太易爆炸 所以只有当时的日本人顶着巨大的风险 把这项技术推向了使用 换来的结果就是嘛 让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瑟瑟发抖 今天鱼雷的动力跟80年前 其实没啥本质的区别 依然还是电动跟热动 只不过彼此都已经升级到了 21世纪该有的样子 采用模块化的电池组设计的 电动鱼雷可以根据不同任务 灵活的配置电池的多少 减少质量并提高机动性 再配合高扭力的泳磁电机 加速性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尽管最高航数还是快不过热动鱼雷 但胜在可靠性和易用性 在近海作战时可以发挥优势 而热动鱼雷到了今天 也可以把促成燃料和氧气的两个光子合而为一了 变成了使用一种叫做奥托燃料的单燃料鱼雷 什么是奥托燃料呢 就是几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 其中既包含还原剂也包含氧化剂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是一种堕化的液体火药 能量密度极高 同时又安全可靠 相比起同样质量和体积的电鱼雷 有着更远的射程和更高的持续航数 而且随着燃料的消耗 质量再变轻 机动性反而是越来越好了 缺点嘛 除了贵点好像也没啥了 所以一般用在远洋深海的作战环境中 对付的都是一些高价值的目标 好了 说完了鱼雷的动力 我们再来说说鱼雷的引导 想要一击致命 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还是在情况相当复杂的海里面 不过早期的鱼雷其实是不带引导的 倒不是因为它不想带 而是那个时候想带也没得带 所以它叫做直航鱼雷 一旦打出去只能沿着一条直线跑 海面起伏荡漾 它是如何做到无视这一切的呢 因为有一样东西叫做陀螺仪 尽管我们以为它可能是一个 伴随着手机的高科技 但其实早在1899年 就已经被鱼雷给先用上了 于是当时的鱼雷打得准不准 全在于鱼雷手描得准不准 该怎么瞄准呢 我之前已经有一个视频讲得比较清楚了 要是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建议你一定要去看看 好 但是接下来随着鱼雷的射程越来越圆 建议的速度越来越快 想要在数十公里以外发射一枚鱼雷 直直的击中目标几乎没有可能 所以鱼雷就来到了制导时代 可以不用一根筋的走直线 而是追着目标跑了 这个时期的一开始 其实鱼雷还是不带线的 它采用的是一种叫做被动式制导的方法 来锁定目标的 也就是跟着敌方舰艇的声纳信号走 直到追上它 这个想法倒是挺理想的 但是时间效果却差强人意 因为鱼雷上的声纳接收装置 受限于自身的尺寸 只能做得比较小 所以作用距离不远 很容易被干扰 甚至被自己的动静给干扰了 当然这还不是最尴尬的 有的时候当鱼雷被发射出去 并竖着耳朵监听附近的声音之后 对它吸引力更大的反导式 离它更近 也更响亮的自驾的船 然后就头脑一蒙 直接来了一记五龙球 这事多了 真是有多尴尬 有多尴尬 所以很快 线刀就把自导给取代了 说白了就是 你鱼雷上的脑子太小 保持就专心负责跑和炸吧 千万不要再去想朝哪边跑了 这些信息都由我来告诉你 我是谁呢 是设置在发射鱼雷的 舰艇上的一个制导站 它有一套完整的检测 及指挥系统 用于测定目标的各种参数 以及目标相对于 鱼雷的位置等参数 并形成修正鱼雷航向的 操纵指令 通过导线传输给鱼雷 而在鱼雷上 则有一套收发装置和执行机构 用于实现制导站的操纵指令 使鱼雷按照一定的航计航向目标 这不就是导弹的那套东西吗 只不过由于电磁波 无法在水里面有效的传播 不得不换成使用铜线 或者是光线来传输的 电信号和光信号而已 想起来是有些不太方便 但这在今天非常成熟的 放线机构和动力装置面前 已经不是什么障碍了 鱼雷和潜艇中都有放线机构 使遥控距离超过50公里 都没有什么问题 光线从鱼雷尾部螺旋桨的 空心轴里面传出 也完全不怕被切断 所以有线和高级在这儿 似乎一点也不冲突 既然我们已经讲到高级了 那我们最后再多讲两句 在当今服役的 最先进的一些重型鱼雷上面 比如我们国家的鱼石上 不仅仅采用了线导模式 而是采用了线导加自导的模式 线导的部分 跟我们前面介绍的一样 重点是后面的自导 当鱼雷到达距离目标较近的区域之后 会开启主动末端制导模式 寻找目标 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自导了 一般而言 末端制导可以分为深纳探测 和尾流探测 前者又分为被动声纳模式 和主动声纳模式 被动声纳模式 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 此时它离敌舰更近 不太可能再踢出乌龙球了 但还是容易被干扰 还是作用距离不远 所以逐渐就被淘汰了 主动声纳模式 则需要鱼雷发射高频脉冲 来搜索目标区域 从而主动的攻击 但目标很有可能会监测到它 并使用声纳掩蔽器和干扰器 来进行反制 类似于放了一个烟雾弹 那么尾流探测方式 看起来它是最靠谱的了 因为它是通过探测 舰船航行时产生出来的 尾流的声光电磁等物理特征 与一般海水的不同 来引导鱼雷的 本质上是探测尾流内的气泡 对声光的散射 以及尾流水分子 与其他水分子不同的运动状态 引发的电磁异常 这个光听起来就非常高级了 所以优势也非常明显 只要鱼雷在距离目标1000米左右 不获并进入其尾流 就能够根据尾流产生的方向 来迅速攻击目标 具有极加的准确性和隐蔽性 不过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却超难 要求研制它的国家 在传感器灵敏度 集成和相关流体理论上 具有较高的水平 否则结果出来就是 中距离十分有限 实战效果远低预期等等 所以看起来简单原始的鱼雷 实际上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之前我听说能够自主设计和制造鱼雷的国家 在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 还表示有一些小小的怀疑 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这个是一枚我用3D打印出来的 1-23MK48鱼雷 价值350万美元 哈哈 我说的是真家伙 尽管这个嘛 在价格方面的确差距相当大 但是在某些细节的还原程度上 还是非常到位的 比方说这顶上的两个凸起来的方块了 你看在真实的MK48鱼雷上 也是有这两个方块的 所以它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其实它们跟鱼雷是如何从鱼雷管中发射出来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我们本期内容就来讲讲 这个你平时可能根本就想不到的问题 当然我也想不到 只是无意间在油管看到了 Smart Air Every Day的一个视频 激发了我的强烈好奇 然后就分享给大家罢了 所以后面有满场的动画 其实都是直接引用过来的 这两个凸起来的方块 是为了配合鱼雷管顶上的导轨使用的 在鱼雷发射管的入口处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上面这个层Y形的导轨开口 它可以方便的将鱼雷导向正确的角度 始终保持头上脚下 不会转来转去的 然后随着鱼雷被推入 你会希望它正好停在准确的位置上 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两个方块的作用了 在鱼雷发射管里面 也有两个可以收放的方块 当鱼雷往前走的时候 靠近发射管出口位置的方块会放下来 而靠近入口位置的方块会收起来 好让鱼雷顺利的通过它 直到碰到后面的那个方块 于是鱼雷就不会再继续往前进了 这个时候再放下靠近入口位置的方块 就正好可以把鱼雷稳稳的卡在里面了 定位完成 其实也挺简单粗暴的 那么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 它该如何被发射出去呢 用高压水 好像也不难 但别忘了 潜艇玩的就是一个平衡游戏 在质量分布上稍微有些变化 就会带来影响 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 如何尽量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之间 把一大块质量的水和空气 挪来挪去的 潜艇是这么做的 首先需要将现在还是干燥状态的鱼雷管里面 充满水 这些水来自一个叫做WRT 环形间隙水畅的水箱 与此同时 鱼雷管里原本的空气也是需要排出去 而且还是不能浪费的 因为空气在这可是个稀缺品 那就把它排到船舱里面吧 所以在鱼雷管的上方 还有另外一个打开的阀门 用来排走空气 当水已经灌满 快要溢出上面的阀门时 会触发传感器同时关闭排气口和 WRT水箱的阀门 于是这个时候的鱼雷就完全是浮在水里面的了 不过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 鱼雷管里面的水压是正常的水压 而鱼雷管另一端海里面的水压 取决于你现在下潜的深度 肯定是比里面要更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要是直接打开发射舱门 鱼雷会被箱里面压着 舍不出去的 是时候打开这个阀门了 平衡阀 它连通潜艇内外 可以使鱼雷发射管中的水压 与此处海水的水压保持一致 现在终于可以打开舱盖 准备发射了 其实发射用的高压水是已经备好的 不过暂时被这个滑动阀给挡住了而已 于是一开它 高压水灌入鱼雷底部 再生起两个档块 鱼雷就能出击了 关于鱼雷是如何击中目标的 我以前讲过 咱们这一次就不关心它了 回来看看怎么样重新准备好鱼雷发射管 迎接它的新客人 首先关闭舱盖 将滑动阀移动到初始位置 切断与高压水舱的连接 接着平衡阀也被关闭 充满水的鱼雷发射管 又回到了封闭状态 剩下的就是要排干其中的水了 此时底部的三通阀被打开 使水流入WRT旁边的辅助水箱 为了加快排空 储存在这个气瓶里面的高压空气 被灌了进来 等到发射管里面变得干燥 里面全是高压空气的时候 连同它与船舱的砝码被再次打开 使这些空气能够流通起来 物尽其用 而鱼雷管也已经准备救袭了 好了 最后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问题 这条亮黄色的色弹 显然不可能只是为了装饰 那么还究竟起何作用呢 留言来告诉我吧 鱼雷在刚被发明出来之后 是处于鄙视链底端的 海军军官称它为既卑劣又懦弱的作战方式 因为它太不严满跟暗杀没什么区别 所以在一战早期 身世哀病的不停的欧洲人 在用潜艇追杀猎物时 还会先浮上水面 对猎物予以警告过之后 再潜下去将其击沉 他们那时候是真的没有搞懂 战争后来能够残酷到什么程度上去 德国人首先不玩这一套 开始了毫无身世精神可验的 无限制潜艇战 于是从1914年斩获首杀 到1918年最后一发 光是U型潜艇就凭一击之力 集成了超过5000艘的 协约国和中立国的舰船 总吨位在1200万吨以上 潜艇战和反舰战就此开始 越来越多地撑起了战争中的主角光环 当然鱼雷也成功逆袭 从草根变成了王牌 但并不是每一张王牌 看起来都非常的优雅 比如意大利人手上的那张 怎么看呢 怎么都像是小丑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二战中意大利人用的人操鱼雷 本质上鱼雷都是人操的 只不过通常你只会坐在 潜艇的战斗室里面 用电线遥控着去操纵鱼 而意大利的人操鱼雷就很不一样了 它真的是人去操作的 或骑着或是坐进鱼雷里面 然后把鱼雷驾驶到目标附近 引爆相当不可思议吧 说回到二战初期 尽管意大利拥有不错的海军力量 但是跟英国海军比起来 还是有明显的悬殊 所以地中海的控制权 一直都掌握在英国人的手里面 意大利人哪能甘心呢 想当初我罗马盛世是 哪有你英国什么事 但无奈啊 正面杠 意大利也知道杠不过人家 于是转念一想 咱手上不是还有奇招吗 这个奇招就是 它曾经在一战末期使用过的 并且还的确获得了 一定战果的人操鱼雷了 它叫做水质式人操鱼雷 有两名蛙人骑着它 悄悄地潜到敌舰附近 然后将鱼雷前方的战斗部分离 把分离出来的战斗部 挂在船底的正下方 这是通过把一根绳索 穿在敌舰龙骨的两侧完成的 接着拨动战斗部上面的 机械岩石引行 再骑上无头鱼雷 悄悄地溜走就大功告成了 听起来很复杂吧 实际做起来就更复杂了 但即便是这样 意大利人还真的是用它 在1918年的一战结束前夕 袭击了位于普拉湾的 奥匈帝国舰队 并成功继承了其旗舰 维利波斯号 算是立下了旗宫 这等好东西凭什么 不再次拿出来使用呢 它说不定就是对付 英国海军的超级武器 于是1935年 意大利人就制作了一个 基于海军用的 533毫米鱼雷的人操鱼雷原型机 同时也开始了秘密的训练计划 好让挖人能够熟练的 操作这台超级武器 但工程师实在是有点不给力 这枚人操鱼雷上面的操纵系统 全都是落路的线控 这意味着它们即便是在陆地上 也不怎么容易操作 更别提到了水下了 更要命的是 再把前面的战斗部卸下来之后 由于连头都没有了 就更难控制这枚鱼雷的方向了 所以很多次 在释放完战斗部之后 挖人们都不得不抛弃掉它 索性自己游回原来的船上 这也就让它有了一个 比正式名称 慢速鱼雷更加响当当的绰号 猪罗 这枚猪罗长7.3米 宽0.5米高1米 总重1.5吨 其中战斗部重约220-250公斤 依靠蓄电池驱动一台1.6匹的电动机 搭载两名挖人之后 可以以最高三节 也就是大约5.5公里的时速前进 最大前身30米 最大巡航距离15海里 稍后不满现状的意大利工程师 继续打造出了它的升级款 这次两名挖人终于可以坐进舱里面 而不是骑在外面了 但这个坐舱就是个敞篷的 所以还是需要挖人 把所有水下呼吸装备都穿戴整齐才行 除此以外 升级款最大的改变就是更粗更重了 因此装药量也增加了 变为400公斤左右 航速加快了 变为最高四节 这个东西我怎么看都怎么觉得 应该是装在儿童乐园里面的旋转木马上 才更合适 怎么就能被意大利人做成武器呢 但是别看他样子搞笑 他最后还真的对地中海里面的英国海军 造成了重创呢 1941年的12月18日深夜 意大利海军的6名挖人驾驶者 三枚人潮鱼雷通过一路尾随英国军舰回港 成功地避开了英军 设置在基地周围的水雷和繁钱网 进入到亚里山大港 然后呢 他们将鱼雷前面的战斗部挂在了 伊丽莎白女王号战略舰和勇士号战略舰的地步 并成功地流走了 次日凌晨 随着三声巨响 两艘3.3万吨的巨舰 从此沉入了海底 这一役的胜利 的确暂时扭转了地中海上 意大利海军的颓势 但同时也让意大利人 想要极力守住的这种机密武器 曝光在英国人面前 更惨的是 后来还有几枚人潮鱼雷 被英国人给孵获了 于是根据 你有我也必须有的战略逻辑 英国人也研制出了 自己的人潮鱼雷 战车 并进一步发展出了一款 被称为是X舰的袖针潜艇出来 在对德海战当中 取得了更大的战果 这个功劳 该不该把它算在意大利头上呢 看来历史用事实再次告诉我们 选择队友很重要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